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激烈的 没有什么试探 科罗夫斯基听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个俄罗斯后裔 两个人的宣题都很漂亮 你看什么样 你看科罗夫斯基上来的时候先碾压了 尝试着碾压周围的围栏 一副经验很丰富的样子 有点WWE的作风 对 结果你看他一上来 果然李昆山的这套组合的动作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并没有实际得分 科罗夫斯基是躲开了 这两个异旋腿非常好 又是一拳其中了科罗夫斯基 但是科罗夫斯基并没有欢乐 你看都是用腿 对都是用边腿低边 都是用低边来打开 企图打开对方的防守 简单讲我们中国选手一般用边腿的技术会多一点 科罗夫斯基的直侧看起来是很有威力 速度又快 科罗夫斯基他那个其实准确讲不叫边腿 他那叫侧踢 他是侧踢 对 我们是边腿 对 因为什么你看 边腿的话是先提膝 对 他是直接一起 侧踢的话是以跨为轴 所以说轮起来杀声力一种 但是速度万 看来这个选手抗计量更强 对 科罗夫斯基做了一个挑衅的动作 来呀来呀 打我呀 对 这两个选手的比赛很精彩 对 好看的在腿上 不断的用这个刺拳 在寻找这个机会 这个科罗夫斯基 那么杨光山 哦 杨光山的一个极低的低边了 极低的低边了 哦 这个在纠缠的过程中 好像是这个科罗夫斯基挨了一拳 哦 这两个选手的话呢 都是典型的日式打法 就是用很多空手道的动作 没错 刚才科罗夫斯基 哦 科罗夫斯基现在是连续的有效 击打中了这个连昆了 这两个选手打比赛就好看了 你看看 有一点同门失地的感觉 你发现没有 他们这个套路很像 对 你看吧 都是前面手打一打 然后脚马上就上 对 没错 你看 哎呦 这个连昆 两个人被后发制人的一脚给击倒了 对 这个动作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动作 对 但是就是速度和力量 对 它失去了重心 这样的话 哦 现场掀起了这个观众给 哦 漂亮 这个高边 这个很漂亮 高边呢 哦 这个科罗夫斯基被激怒的连昆 还是很可怕的 哦 这是真的是掩压式的击倒 掩压式的击倒 连续出了十五六拳 其中有效技术五六拳 把科罗夫斯基搭倒在地 真是神奇了 对 看来这个高边 高边误导之后 非常的愤怒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李彦坤 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就看他的实力怎么被激发出了 冲气手上来讲 还是明天李彦坤的技术要好